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克夫 美国高校停巴 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 全球关注 5月2号 警方进入本次抗议活动的 冲突中心之一的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清朝 那么目前UCLA的情况如何 整个清朝的行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抗议示威为何愈演愈烈 抗议示威浪潮将如何发展 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事件将持续如何影响美国大选 甚至是美国的内政外交 我们首先来看李明珍的整动报道 美国大学校园挺巴反饮的示威浪潮 在多间高校间延档并且愈言愈烈 而参与抗议示威的学生 与美国警方间的冲突 似乎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5月2号凌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巴以双方 支持着爆发大规模肢体冲突后 加州警方用入校园开始清场行动 数百名加州警察全副武装 手持警棍 橡皮子弹枪 雷射枪和催泪瓦斯 开始强行拆除学生示威 营地外的裤栏和木板 营地内的学生 头戴头盔和后面镜 省持临时制作的盾牌和雨伞 与警方展开对峙 警方不断对营地内的学生 探放催泪瓦斯 并以强光照射学生 试图对学生造成恐惑 在对峙双方的装备差距 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抗疫示威的学生 丝毫没有退让 依旧坚守在营地内 在对峙的过程中 有十余名学生 遭到警方的逮捕 纵然被逮捕 也仍高喊着口号 据美门报道中 此次警方的清场行动 本宫相当明确 数百名加州警员 在一号日落时分 边列队进入校园 等候清场指定下达 似乎谁也没有料到 此番美国大学校园 挺巴反语的示威浪潮 时间会如此之久 范围会如此之大 甚至有评论称 小加沙正在美国校园内崛起 从反游主义到小加沙 学生们本是正常发声 表达自己立场的行为 但在警方多次的 尽效清场的催化下 双方的矛盾 似乎已经来到了 现在闲上的临界点 一号 美国众议院以320票 赞成91票反对的投票 在过通过了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该法案 尤其教育部在执行 反旗式法时 使用国际大捕杀纪念联盟 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 不许拜登也不曾预料 自己签下的意志援助计划 此刻会演变成 他在争取连任之路的阻碍 有个英国媒体评论 在距离2024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 不到三个月的时刻 寻求连任的拜登 如今却在谴责学生抗议活动 与拉鲁年轻选票之间 左右要败 这并不利于他争取年轻选票 而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只有三成六的民主党人 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 据此有分析指出 若拜登再流失10%的 民主党选票 再度当选的机会就很小 美校园挺拔反语抗议 为何愈演愈烈 学生政府矛盾激化 示威浪潮如何平息 知识持续升级 会否对美大选产生影响 箭在弦上 我们看一看各方的表态 是很有意思的 大多数的市民 对学生是持同情态度 毕竟他们的动机 是无可指责的 他们为了公益 为了理想主义要呐喊 而刚才我们记者提到 主流媒体反而是 一直在为以色列说话 而美国总统拜登 到现在为止是闪烁其词 您对事情的分析 这事情很简单 就回到事情本身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有没有违反 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原则 有没有违反国际法 是不是在搞 有种族清洗特征的大屠杀 答案都是是 这个是各方的共识 那美国政府在干嘛 就拉偏价 他都不能说 以色列这样做 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又不敢去指责以色列 所以这个立场 就非常的尴尬跟矛盾 拜登就是在搞政治精算 他就希望既要拿到选票 又不要得对金主 然后道义上还不能失分 所以就弄得 瞻前骨后动则得救 所以很纠结 至于媒体嘛 那不说犹太人资本控制的问题 但是很明显 媒体都是言不由衷嘛 在这个问题上 你支持以色列挺学生的 就是把批评以色列 就等同于反有主义 这个简单粗暴的做法 这个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对吧 大家都是有理性的个人 可以去思考 你得没有道德正义性 这种媒体的声音 就起不到他应有的效果 至于学生方面 学生的诉求很简单 我就是表达这件事情 我看不惯 我认为他跟我这些教育不符合 他就是 他就是在价值上 就是不对嘛 那我就想把这个不对讲出来 讲出来 你又说在美国的框架下 他这种权利 其实是有法律保障的 那么照道理讲起来 正确的做法 就是让他进行一种 有序的释放嘛 这种有序的释放 在有关社会抗争 和学生运动的研究当中 也已经表示 就是这种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你要支付政治代价 因为那些做错的人 会很尴尬很难看 但是校方 从哥里比亚大学开始 事实上这波 就是校方的不对 不正当的 不正确的这个处置 导致的警方 你看各个地方的警方 也不一样 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清楚 为什么听上 当然听孙太医教授 副教授讲这个 华尔顿的警方 相对比较克制 我不知道纽约 哥里比亚大学那边 是为什么第一波 就不那么克制 就冲进去了 也许他们有些别的考量 但是很明显 后续这个事态的发展 取决于三个要素 第一个 以色列在加沙 会不会搞出一些 新的动作来 比如说他冲到加沙去 一顿乱打 然后导致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肯定就是 开始添加燃料 要热起来了 第二个 在后续 会不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 第三 警方的执法行动 会不会过意偏薄 比如说 明明是支持以色列的人 在那使用暴力 去攻击支持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在那反击 然后警方 只抓巴勒斯坦那一侧的 和亲巴勒斯坦那一侧的 不管亲以色列那一侧 那这时间长了 也会出问题 还有就比如说 在具体的短边相接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出现意外事件 这些意外事件 会不会造成一个爆发点 这个还持续有待观察 其实像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是很微妙的 因为距离 11月份上总统大选 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对拜登而讲 这一些学生的标签 我们看年轻 美国精英大学 又是少数族裔 很可能还是穆斯林 他们百分之百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虽然他们不一定喜欢拜登 所以对拜登来讲 这个事情弄不好 处理不好 对选情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是的 这个从选举的角度上来说 拜登现在他输不起 只要这些人不出来投票 站在那儿不动 就足够让拜登 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能公开地去支持他们 满足他们的诉求 因为这样来 也许在他背后的 这个资金支持方面 会出现一些尴尬的扰动 但是呢 作为一个总统 他这样瞻前顾后 精心计算 给人的印象呢 让他觉得 他不是一个具有决断能力的人 不适合做总统这个位置 他在三个方向上 不可能两拳 而且一直在调分嘛 目前来看起来 这个在整个 即使从选举策略的角度来考量 拜登也选择了一种 最为糟糕的方式 来执行相关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清楚后面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目前来看 整个军事发展 对不完全不利 对不完全不利 对不 announced不利